文字 我这边我就请你们 请你们假设 假设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说国家名称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州 地区 怎么样检查呢 很单纯就是筛选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去看说地区 他这边描述的地区有 大洋洲 中亚 北亚 东南亚 所以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的客户 大概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什么地方 然后你再来判断 假设我们没有美国客户 哦对 所以这边所得到的答案是正确的 这才是各位要知道的重点 因为你是这个公司的一份子 你总要知道说我们针对地区别 我们的客户都只有大洋洲 中亚 北亚 东南亚 好大概就这些地方 所以地区知道了 那你去看一下国家 国家有什么阿富汗 澳洲 好 以此类推 请问这里面会不会有 United States 就不会有了 因为他们有美国嘛 对不对 所以你在U开头没有看到 好 那我想 这是文字的检查 可是文字的检查完毕 还有数字 各位 你要记住哦 文字 我刚刚讲 行ID怎么检查 尤其行ID 有一个很重要的 重复性检查 再来 日期 日期 开始 结束 这是一定要检查的 再来 还有什么 你要判断 有没有对应到 一个正确的星期 那文字 文字 我相信你可能就要 是这个公司的一份子 你才会知道 到底我们的客户 是落在哪些州 还有哪些国家 再来 所以